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張記鍋貼牛肉麵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它在這個神秘的小巷子裡 停車不方便,可能自己要稍微看一下 嚴平南路101巷 這個就是張記鍋貼牛肉麵 從這邊往裡面看,裡面的生意真的非常的好 那我這邊拍一下,牆上就有張記鍋貼牛肉麵的介紹 喔!在日本 四間喔 哇!沒想到是大老闆 說在日本有四間分店 店家真的是蠻厲害的 在日本有四間分店 那我菜單就拍一下 我覺得算是平時的價格 那就這樣吃吃看 還有這個小菜 好,那這個就是很有名的鍋貼 哇喔 謝謝 好,老闆娘謝謝 謝謝 那樣,對 好,兩塊鍋貼 應該是唐人家 對 好,那對面這一家的話 原本就是很有名的龍祭菜館喔 原本就是很有名的龍祭菜館喔 不過現在應該是 就是換神的 別間的餐廳 我們順便看一下 好,那獅子頭鍋貼 這些水餃都可以買冷凍的 好,還有這個特製的辣椒醬 一塊一百五 在這邊 好,湯匙筷子這些要自己拿 哇,好像在日本也是很受歡迎的店家喔 喔,看起來很讚 喔,好,謝謝 好,我們就請這個滿分大師來品嘗這個鍋貼 因為他本人最喜歡吃鍋貼了 以為他的評論一定是最準確的 酥酥脆脆酥脆脆 很好吃 好,那你今天先感謝那個大姐吧 大姐請我們吃蛋糕 很感謝 非常的感謝 謝謝大姐 好,你確實吃下去了很開心齁 好,這個也很棒啦 好,煎得相當漂亮 難怪是在日本可以開四間分店 好,就先從這個獅子頭麵嘗嘗看 酥子頭 喔,很好吃耶 那種外省式口味喔 然後 公媽做的很像 好吃喔 喔,反正就是那種外省式的獅子頭喔 嗯,真的很棒 裡面還有那個 鼻氣 鼻氣 一種植物的根啦,鼻氣 比如說那個獅子頭裡面 嗯 它只有 夾肉 有夾很多東西在裡面 嗯 很好吃 你要吃牛肉麵還是吃這個 好,因為M嫂上次吃呢 牛肉有點會肚子痛 所以要這次就把牛肉全部送給我 好不完喔 牛肉 牛肉 獅子頭 巴拉巴拉巴拉綜合麵 喔 然後裡面還有酸菜 然後裡面還有酸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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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像網路上講的一樣 他們的湯比較清淡 可是牛肉還蠻入味的 也還蠻好吃的耶 清爽而美味 不過當然是 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好,再來是牛筋 嗯 嗯,好吃 嗯,就是清淡淡淡 清淡淡 牛肉還蠻厚的 嗯 好,看個人啊 其實如果覺得味道不夠 自己再加 辣椒啊那些 自己加一加 好,店家也算蠻親切的 好,那其實我覺得分數是 90分 還不錯,老店 嗯 好,獅子頭,好吃 嗯 讚讚讚讚讚讚 不過牛肉跟獅子頭比 我會比較喜歡獅子頭 因為獅子頭的味道很夠 我來吃一口看看 不要 嗯 好,令人懷念的好滋味啊 啊,修炭炭,修炭炭啊 嗯,好吃 好,真的 真的很棒 電影客人也蠻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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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應該正確的說,獅子頭麵是90分,然後牛肉麵是85分 是我個人的觀感啊 然後牛肉麵就是算比較清淡 好吃嗎? 你覺得是幾分? 又滿分了? 好,只有一個分數,滿分滿分 mulheres 熱熱騰騰騰騰騰騰騰 destroyer 算差也滿香的,不錯 嗯 好吃 好 那再讓我們時光倒流回到最開始 娘子喔 出來看牛魔王 這個皮超誇張的,像餅乾那樣超酥脆的 酥酥脆脆酥脆,可是我剛撐的吃應該更酥脆的 再加上這個店家芝士辣椒醬 歐耶歐耶 搞多一點很好吃 噢,好吃不油膩 然後這樣子秀真心的感覺 真的很棒 我這裡面還有加一點醬油 嗯 它再這樣好吃 完全就是燉這鍋貼來著的 哇,甜甜辣辣,甜甜辣辣,對不對 很對味耶 但是它還有一點點那個,感覺上有點油波辣子的香氣 看起來好像很辣,其實不會很辣 一點點而已 那感覺它的味道變得更好 好,這樣淋上去真的是一絕 很讚 酥酥脆碎碎的外皮,然後 柔軟的內餡跟豬肉餡,然後再搭配上這個辣椒醬 真的很好吃 嗯 好,小巧鮮香的鍋貼 然後也不油膩 然後那確實是滿分 那今天就覺得,鍋貼是滿分,但是麵沒有到滿分 是我個人覺得 這大家鄉跟鍋貼超大的 好吃吧 這家店是老店耶 讚 很開心吧 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啊 因為很不錯 如果你是愛吃鍋貼的朋友 好,那這個鍋貼真的是好吃到爆炸 各位朋友一定要來嘗嘗看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拜拜